北市內湖的三軍總醫院 今天設備是突然當機 院區的電腦系統全面癱瘓 掛號出現異狀 導致很多民眾都沒有辦法看診 在中午的時候 現場是亂成了一團 那院方也緊急通知 要全數改成紙本作業 下午院方也出面回應 來聽他們所說 這兩個小時的話 有些的醫生 他是有啟動紙本作業的 這個部分是 有些會有部分的影響 必一定會有些的耽誤跟延誤 這點我們還是要深深的自歉 根據了解 這個情況是發生在今天上午的 十一點到下午兩點鐘左右 那網路故障的期間 到底有多少人受影響 院方說目前都還在統計 但是已經經過了搶修 目前系統已經修復 不過主要是因為 資訊網路的設備故障 導致各門診的護理人員 要來協助引導民眾領藥 跟其他的醫療服務 都要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 而另外台電也說明了 他們的供電是正常的 是因為三種的網路異常 才會導致今天 他們的掛號系統出現狀況